大船都被老蒋运这个东西啊 运了黄金白银 运到台湾去了 结果船运完了 东西还没运完 后面呢 因为将近发现 在我们海边有很多渔民 渔民在家部落 有小渔船 后面呢 很多的渔民这边 增加了很多渔船 派了8000人去打金门岛 到了金门岛以后 发现这个金门岛上 国民党部队 这个2万多人 准备了非常充分 修入了这个坚固的堡垒 大家如果推下去 金门是有上金门 下金门上 上面是军民区 下面全部是这个地下公司 打了一天以后 发现人搞不敌重 想撤退 经过到海边一看 这个时候快菜了 因为我们这个潮汐 到海边的时候退潮了 然后这个船夫一看 戴着这么激烈 打了一天 解放军都没回来 船路都不跑光了 结果当年是想撤退 这个船全部搁浅 回不到大陆来 大陆想派真援部队的时候 又没有船 真援部队也派不上去 所以当年的话 在我们检报三天时代 是一个比较 产出的仗义 看过历史都会知道 毛总体知道以后 当时就很心痛 在地图以后 思索两脚 决定先不打金门 他说已经很有战略性的话 所以我们把金门岛留下来 不光是从这个距离上 还是从心理上 说明台湾离我们都很近 因为当时我们没有返军的 返军很足够 如果真正把金门打下来了 以不好防守 就留下来了 把金门留得离我们县门的很近 但是也是因为保守局了这样去 现在的话 大家如果去县门旅游的时候 可以发现这边的金门人 他们用的水喝电 都是我们县门封印过去的 金门人逛街 是到县门来逛街的 现在有些政策 他们基本上是有两个证件的 既有台湾的证件 因为我们现在有台湾居民身份证 跟我们的身份证是一样的 你可以做动车刀鞋 直接刷完就可以用的 只要他们想换 就可以直接换了 不论那个年代 我们是把金门离开 我们不打金门 金门早点到一天到晚 缓攻大陆 实际上用炮弹 用飞机车 轰炸我们远海的 然后到了58年的时候 当时的话 某主席创立是炮弃金门 从58年到79年 整整21年 但是我觉得很奇怪的 21年金门岛这么 炮完之际 因为炮弹很烦 他们就都不停的 当年不是这样的 当年我们是 像台湾的很多 就是我们福建人过去了 同根同鼓同源 被打到后面发现是兄弟打兄弟 自家人打自家人 打到后面以后 我们在金门炮战 战机身上 变得非常有趣的一面 就是真实存在的 我们是一个星期七天 一三五解放军打炮 246国民党打炮 到星期天的时候 双方宝摩 我们今天休息一天不打 而且在打仗之前 打炮之前 广播先喊的 我们解放军打之前会先喊 我们解放军寿命炮击 讲诡 这边的国民党 不对一听 那一步起来 等到国民党打的时候 他们会用广播 我们国军寿命炮击控诡 解放军一听 也走起来 就这样我们是打到21点 这个主要是打给美国看的 一直到79年 中美建交的时候 然后才停止了进门炮战 然后打到后面 即使这样的打 大家也会发现 炮弹无远 动不动 就把防空洞打他了 然后居民居然还是有损伤 还是把自家兄弟打受伤的 后面走到后面 又发明了藏衣炮弹 时不时的 就会用 炮弹里面装上宣传册 就不装炸药 藏果 台湾打过来的时候 装上藏果饼干打过来 我们打过去的时候 装上贵州茅台 北京烤鸭 还有宣传车 还有热气球 穿过去 台湾居民一看 大陆人生活这么好了 我们被老蒋抓造地 抓到台湾来 亲戚朋友都见不大 心想自己 时不时的 就有人往回来游了 当年最景深的时候 台湾人往大陆游 大陆人往台湾游 被宣传影响的 那个电台特殊的产物 据说当年最景深的时候 很多拨游泳的 就把游泳圈 游泳圈卖完了 就去抱一个篮球往对面游 篮球没有的 抱足球 还有排球 都用过来以后 还有人据说当年 抱着一抱披荒球 往对面游的 这个是真实存在的 他们白天不敢游 晚上游 晚上这两拨人在海上碰到以后 互相心里面在骂 那边这个神旺 因为那个年代 游泳时期我们大陆也吃不饱 有点多人 互相被吸引 世界银行的部网长 林毅福天真 当年这种军本游回来的 就是那个年代 特殊的产物 其实当年的话 打炮的时候 很多人说 大家看我们这有很多隧道 在我们这一带 也有很多防空洞 山里面 很多地方是要防空的 这个是 藏到很多的 这个军用设施的 这个军用物资 很多人说 我们的父辈那一带 都是下大的 不是下不人大学 是那个下不人下 下大的 我是在辅助读书的 他就说我们新一代 都是辅大的 有些我们这一代的话 就没有经历过战争了 不到现在河边年代 我们跟台湾之间的 因为国际台湾很近 所以我们交流比较多 大家可能看新 如果说是看电视的时候 那电视里面 在我们福建的频道里面 有很多经常的 都能看到这个台湾新闻 台湾人现在他们的 这个军事实力 跟我们都在一个等级 我们是 现在我们是大人 他们都是小孩 真正经常有回来探亲的 30年以前 我们很有忧郁感的 那个时候 台湾经济有比较好 现在回来以后 会发现 我们大陆人的生活 比台湾更好的 台湾也有一部分 在这边洗脑的 思维还停留在30年以前 我上看过一个笑话 台湾人说来大陆 卖茶医的 担心我们买不起 他停留在30年以前 那个时候 那个80年代的 什么话 80年代的组织典单 还有他们的宣传是 像我们大陆 我们用的抖音 像红书 在台湾是不能用的 他们不让他们台湾年轻人看看 生怕知道我们现在生活变好了 所以台湾人分两波的 经常有回来探亲的 有到我们大陆的 他都会知道 那个 快身份证 包括今年又出新政策了 基本的可以到厦门来享受 这个九年义务教育的 所以很多人他们 台湾人都知道 我们怎么样 他们都不担心的 我们大不了同侠吧 他们不会像我们特派人一样 站得到最后一个的 现在我们大家经常的这个 虽然我们离台湾很近 我们因为我们军事实力很强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 这个哪天突然打仗打起来了 主要还是因为美国的原因 台湾人都不是一个等级的 我们今天上午是去到东安 东安这里是属于内海 开车过去的 大概要从北京冲发的话 大概将近两个小时 到东安我们是最原始的 这个滑虫 原始我们会经过很多的小渔村 在我们峡谷这里 是旅游刚起步的地方 在这里面全国有名的 网红景点 在小众旅游间里面排名前几名的 所以这屋车这种屋车都有的 县称贵一点 材料地点都贵一点 啊